经过长途发射 宜畅和宝宝们终于来到了新家 在到达新家之后 宜畅和宝宝们结束了短暂的分离 一家三口将在新的眷设 开始新的生活 我觉得宜畅的脸圆圆的 毛发白白的 挺好的 挺可爱的 挺乖的一个熊猫 包括它的两个小仔 都非常的活泼可爱 然后也很好动 挺好的非常好 这对母子 新生活新环境 新的奶爸在宜畅一家到达之前 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大熊猫来到之后 我们会对大熊猫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它是一个什么年龄阶段 然后有什么一些特点 这些会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就是一个食物的准备 准备到竹笋 竹笋啊这些还窝头这些 我们都要做一个提前的准备工作 以便它来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正常的采食 然后能够正常的食物 然后一个适应这样 看着医生的准备工作 唱一家开始适应新环境 陈安发也就开始与新奶爸进行工作交接 就一唱嘛 然后它平时就稍微有一点就是有点认身 然后味多了就稍微有一点底 除了味多了就好一点 熟悉一点 然后就是两只幼崽 可能就是稍微调皮一点 比其他熊猫 从未来的时候 就有点特别喜欢抓人咬人 可能就是有时候稍微要凶一点 就遇到特殊的环境 就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可能他就会哭人吓人 要感想 对 胆子有点小 然后老大 幼崽的老大是此心的儿子雄性 在饲养过程当中 接手了之后 可能对这个一唱 母子有些什么需要了解的 更多的了解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 与他之前的奶爸 然后进行一个联系沟通 这个 那就我再去看一眼 好 好 一起去吧 来 来 来 看一眼 给他做个告别 对 对 好 果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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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 可以 。 我们 然后 来 咯 哇 提 咯 嘿咯 谢谢 或者 你看 哎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